自從臺北市政府在去年年底針對廣指援區進行都市計畫變更以來 包括臺北兩次的公平會以及兩次的獨委會的部分 國的公司從會議的參加包括說明會都有提出公司的聲明 也就是在法律的層面部分 本公司再次強調在17月第16.5條的契約規定 在本契約尚未確定終止之前 那必須要繼續履行合約義務 那我們在兩次的說明會包括委會我們都有提出我們的聲明 那其實自始至終都不見臺北市政府的回應 那公司要強調是說當市政府在大昌擊鼓 在告訴附近的居民這個地方要再重新的開發 因為前任的開發商沒有辦法完成開發的任務的同時 我想還是必須要讓居民有資的權利 跟所有與會的人士做一個報告 目前廣執標案這個案子 雖然市政府一直對外宣稱在仲裁的部分是市政府勝訴 但是勝訴的部分的主要的標的 主要是談是圖銷地上權跟主契約有效之數 完全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第二 那因為博德公司不服 所以提出第二次的仲裁 目前也在仲裁庭 目前在審理中 再者 針對博德公司因未如期取得建造 而被解約的這個理由 是因為沒有通過環評都審以及訴保的審查 那目前這三個審查 我們有透過我們的行政救濟的管道 提出了行政訴訟 那目前在三月份的時候 針對環評跟訴保的部分 那基本上法院也判 一審也是判博德公司勝訴 那目前市政府在三月初提出上訴中 那至於在都省的部分也即將在四月份要開庭 那包括我們之前有提出的 對內政部有提出 內政部那邊有個所謂行政訴言的部分 也對台北市政府撤銷原處分 以及監察院目前也在今年的一月也在調查中 那綜合上訴所論述的部分 也就代表這個案子在目前 以博德公司跟台北市政府之間的契約有效關係 目前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出來 那在我們三月份的所謂的環評的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中 法官也很明確的判決主委也指出 台北市政府不能用所謂的 也就是說七月再有爭議期間 所以三大審查必須要繼續審查 於是乎我們在三月底的時候 我們也提出對台北市政府的都發局 以及環保局跟文化局 我們重新掛了訴保環評以及都審 然後在開會的前一天 我們也收到了都發局的公文 他的公文的內容 我也作為附件 提供給在場委員作為一個參考 他要求我們按照最後一次的會議決議 要求我們先去提出訴保的申請 審查完之後再回來審都審 那文化局給我們的回文 也是告訴我們 因為目前本案在商書中 要等本案到一個段落之後 才能繼續做所謂的訴保審查 也就是說市政府一方面 對地方的區域民眾 提出了都市計畫重新變更 要開發的一個榮景 但實際上在所有的法律的位階 尚未定位之前 那市政府做這樣的動作 本公司在這邊再次提出強烈嚴重的抗議 而且也希望主席可以裁示 是不是在場的市政府的官員 要針對這個部分 要對現場的居民 要說清楚 想明白 以上發言 謝謝 等一下會請相關主管單位 今天都有在場的市府的相關主管單位 你們自己都要記下來 是跟你有關的 等一下我會請你們要做一個說明 好不好 好 好